绕过公车头过马路 妇人糟念命违 天哪 这名妇人就这样被卷入车底 在地上滚了好几圈 这干嘛 这都拿得死一板的呀 昨天早上 桃园这名78岁的杨姓妇人 买菜后搭公车回家 但倒战下车 绕过公车头要过马路时 他的双腿被公车碾过 简消将阿嬷救出时 看到他的双腿骨折 左腿被压扁 血漏模糊 触目惊心 妇人的左腿已遭截肢 但还未脱离险境 余姓公车司机则喊冤说 他是确认前面没人才启动 后来是听到路人大喊 才知道撞到人了 警方研判 可能是妇人的身高 约只有150公分 要过马路时 走到司机的视线死角 才会发生意外 司机则被依伤害罪 移送法办 动新闻桃园报导 他们都是苹果日报的爆料公民 你还在等什么 每月两则 爆料被采用月领2万 每周点约数最高 再送享金5万元 现在就加入 苹果爆料公民行列